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喂 哥 今天幾號 20號啦 喂 哥 你交了節目月費嗎 交了啦 你未交嗎 喂 哥 今個月交了月費 5月初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號至28號去myradio看現場版 呃…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咯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好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一 沒錯 接下來 佐漢和雲呢 就會在新時段 逢星期一晚的八點鐘 是 跟各位觀眾見面 是 今天就算不是新節目 還是新時段 是 說一些好玩的熱鬧的東西 今天是 其實呢 今天是屌人的 哈哈 哈哈 哪一集不屌人 我們這個是文化 還有一些時事節目 是 會說很多文化 是 文化的東西 我們很少粗口都不說 好像是 不是不說 少說 今天就是想說一下 這個何君堯 事緣呢 我剛剛就是 在樹人大學學生會 論壇來到 近距離見到何君堯 是 有很大感受 胸口裏面 有一股氣一定要爆出來 才是 可以洩我心頭之痕 即是 這個很鞠住 是啊 事緣呢 今天就是這個樹人大學學生會 他們舉辦了一個叫做 港獨思潮勢不可黨 就港人可虛何從的論壇 請了四位 人物 其實我想當中 你勉強可以說 有三位的爭議性 就是 有 黃仁達 有香港民族黨的 陳浩天 有何君堯 還有民族黨的林卓廷 哦 是的 你看到這樣的組合 你就知道 在年長一定是很多火花 即是 即是沒有去現場 都知道 阿達肯一定很爆 其實陳浩天都幾爆 陳浩天都幾爆 對 都幾爆 因為我對他不太認識 你多見過他 見過幾次 見過幾次 他其實 這樣給我最大的 令我學到最大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當一個人 你如果說的話 你自己都不相信 或者你是幫權貴說話 換言之 你不是說自己心底說話 你在公眾場合 很快就會自相矛盾 很快自相矛盾 你當中的矛盾 你當中的謬誤 那你 譬如說 在論壇上 何君堯所做的 你就會見到 他會被問題 故左右而言他 你說那個何君堯 那時候 在誤導我們 以為他是社工的 嗯 是的 何君堯是哪位呢 除了你講這個 在論壇那裏 就說自己是 社會工作者 其實是誤導我們 以為他是社工 但是其實 他就 想告訴人 他誤導你的社工 但當你質疑他的時候 他就說 我都在社會裏面有工作 那這些是很典型的 律師口吻 這個叫做 扭曲概念 就是將社工 扭曲了社工這個概念 自圓其術 就說自己是社會工作者 很明顯他都誤導你了 上次是 等你以為他是社工 然後你一質疑他 他就馬上回頭 這些一聽這些語言 就知道他 人有些問題 那他就不單止是 邏輯混亂 他本身的人格也很有問題 就譬如說他曾經指責過 即是他做了領大校董之後 曾經說過領南大學學生 就是在那個學校裏面 就有邀請那一隊樂隊 就唱粗口歌 嗯 就批評警察 那他就說這個呢 就等於是好像文革一樣 那樣 白色恐怖啊 嘩 這些完全是 那些比喻不倫 然後又有一次呢 他在領南大學出席這個論壇 給學生質問 你是不是支持這個特首 廢除這個特首委任校監 那個制度 那又是中途離場啊 又搞到別人講粗口啊 然後又走人啊 然後就別人問他發生什麼事啊 那就說 因為我覺得別人的言論失衡啊 侮辱女性啊 嗯 你看到他是 本身就不是一個面對群眾的人來的 那然後他就在去年那個區選 就擊敗了鄭松泰 就入了去這個立法會議員 那也都當時就是代表了 是中共共產黨 即港共將他的建制票票 的票源一次過 就投殺到何君堯那裏 那裏 那就不再是鄉事派那批了 那大家也都 那時候還印象深刻的 就是會知道有人爆出 他那時候的助選團 就是有中國人 也都是有中國籍的 的嶺南大學留學生 那他幫他助選的 那而講到最近他的發言 就是在年初一剛剛 魚蛋革命 即是旺角騷亂之後 他就在那裏 城市論壇那裏 撥麥 然後就被人問到 你是不是支持警察開槍 然後他就說你支持警察開槍 去殺暴徒的 那你就可想而知 這個人的品格是怎樣 這個人似乎他很想出位 簡單講一句吧 涼粉 建制派 即是他趁涼粉還可以做 他趁涼粉還可以做 快點霸位出來 但這個所謂的涼粉 建制派也是所謂的英國 有排的律師 即是你會見到 即是你不單止是 那個人的職業和品格是沒有關係 而是如果是年輕一輩 我們這幾年會見到 有這麼多所謂是香港 有頭有面 有權有勢的人 turn out 出來是這麼不堪入目的 即是幫這個政權 淘滅沒粉 甚至乎是會出賣 以及去攻擊一些 不要說同路 攻擊下一代 攻擊年輕人 他好像是屯門的原居民 即是你看到我們 即是我們小時候 在香港救不住的 會叫他們是鄉下佬那班 即是他們是鄉下佬的新一代 其實鄉下佬和我們 城市這邊的人 基本上那個價值觀是很不同的 其實都是事小 你統稱鄉下佬 你都算是當他是香港人 然後他也是1962年出生 都是五十多歲的一批所謂的 戰後嬰兒朝出生的這一批人 香港輪到今時今日 很大程度上 就是你香港人 本身很多人的品格是有問題的 或者你本身那個民族 這個人 香港人 本身是有很多缺點 你才會輪到現在這個地步 這個是我近距離面對他最大的感受 就是說 咦 真是 香港的中老年人 有權有殺人 真是很多人渣 我們不可以只是批評他是人渣 我們要說他究竟人渣在這裏 香港這個時候要獨立 就是獨立的優勢 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 turn out 你現在有這麼多新聞爆出來 你現在是中國沒有了 香港不行 因為香港是一個中國很重要的 一個洗黑錢的地方 還有他也是因為他能夠在這裏洗黑錢 是因為香港還有英國流下來的 就未爛得完的所謂的法治 還有香港的聲譽在這裏 英國人這麼多年管治 百年管治 即是百年老店 那個聲譽在這裏 十幾二十年未弄爛 爛船有分三斤 你又未被你這班人拆爛了 那為什麼機場空管人員 要在星期日去發起一個靜作行動 那時候二千多人塞滿了整個機場 就是還有一班人 即是由英籍四天來到這裏 即是這套由英國人建立下來的制度 他們一下子被獨立八九這樣摧毀了 195里劫 是 純粹為了個人的利益 就令到整個香港的機場的安檢 完全摧毀了它 那你很簡單 你只要是外國 他只要是有外國記者來報一報 甚至乎其實星期日 你一整二千多人在機場上 有幾多遊客見到 一定是會有人 譬如扔上Twitter 他抓住那些市民問一問 喂 你這發生什麼事 哦 原來這裏的特首 是可以為了個人的喜好 就任意叫機場人員幫他拿行李 然後還大聲 那隻龍蝦 那隻這樣的龍蝦 就跟人家說 就算那個行李裏面有百分 也不關你事 如果丟上Twitter 讓世界看 然後再傳媒記者報一報 那你就降低你那個國際機場的評級 那你就一下子 翹起了整個機場 整個香港的航空業 所以那班的空勤人員 才會走出來示威 因為他們知道 這些由英國留下來的良好優良的制度 你是不能入意破壞的 你破壞都是建立艱難破壞容易 那你同樣 你在香港 你現在英國留下來的法治 那你就是因為還有這件事 那你中國才是要借這裏洗黑錢 還有你有沒有看新聞呢 剛剛不是爆出那個 那個不知道叫何北王 就說是炒賣香港的單程證 200萬人民幣 一個200萬 那你想一下 一日有一百五十個 你說它做一半就發達了 你想一下這個單程證是幾值錢 不是單純幾值錢 是香港兩個自己值錢 香港這兩個自己值錢 這個是很功利的 這件事你又不牽涉及 任何的民族 或者不牽涉及任何的情感 只是單純這個利益 在這個市場上面 就起碼你香港人 三日子 香港的兩粒子 即是說有機會來香港 你香港兩粒子 就可以買到200萬了 那你說多誇張呢 那為什麼不是中國人呢 不值錢 就這樣可以 中國人就不值錢 哦 你真是這個煽動國家 顛覆國家有罪 講事實而已 這不是煽動的 他們自己人都知道 但第二點就是 有一班人都經常恐嚇 就說你要取消 一個兩制 變成一個一制 解放軍直接進來 那些市場是500元的 哈哈哈哈 很功利的 夠錢就說這些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你做人你不是講利益的 你是在大是大非之前 你是一個怎樣的抉擇 你是將你個人的價值 或者你的尊嚴 是放在頭上 第一 你純粹看錢 錢放在上面 那你如果是純粹看錢為利益的 那可以跟你講呢 建立在極權上面的錢材呢 是完全不可靠 你看一下這幾年 你中國權鬥 死了多少人 對 純粹是因為你貼著那派 然後那派一失勢 一失勢 整個派是連根拔 那你有多少人是 真的死啊 不是說被人抄家 直接是 直接跳樓啊 被人暗殺啊 被人帶走啊 消失啊 消失啊 所以 你試著那句 你貼著那個政權 你有什麼意思呢 完全沒有什麼意思的 你甚至那些市民都沒有什麼意思的 你想一下那些市民 收到一個普通話的電話 說你有件東西送到哪裡哪裡 裡面有些問題啊 那你馬上就過幾千餅給別人了 那你想一下 其實市民都不安全的 就是你貪到那些錢沒用的 他一個電話就可以拿回來了 大家看見何君堯呢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第二個人 剛剛4月7號才過了那個 就是台灣的鄭南勇先生的 剛剛的死記 那他就在二十幾年前 他就跟你說 就說你要一百%的言論自由 尊嚴和自由是不能剝奪 那你為了這件事 你可以付出生命 就是說你尊嚴和自由 你的價值是遠遠高於你一個人的利益上面 那為什麼現在香港會搞到一個廣獨 那講來講他又是中國共產黨搞成這樣 這樣就沒什麼的 是你這樣無回事經地去 就是你管治的地方差 你管治一個地方 人家個個叫救命 要不就要走 要不就起來反抗你 那你首先作為一個當權者 或者當政治者 首先就是要反省自己 檢討自己 是不是你的政策有錯 是不是你用的人有錯 你任用梁振英 建制派土共這樣去搞 你是不是會搞到這個地方一鑊鑊 所以才會來到這個地方禮登惡壞 原來還有這麼多人 就是好像封建那樣 封建年代的時候 就是有些什麼大災難成 皇帝都要聚己 就是助氣都要 就不是馬 就說人家不對 還有你建國了這麼多年 你連自己那些地方越搞越地獄 那你說怎麼叫其他地方的人 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短短的年紀 所謂這個港獨思潮已經是勢不可當 我覺得是絕對正常 你哪裏有打壓 你哪裏自然就會有反抗 其實曾經以前我也有個迷思 我都讀很多中國歷史 你看回華人 我曾經有想過詩儀 其實華人是不是一個 就是操作說 他喜歡食屎的民族 那就是的嘛 就是你去到現在 還有人跟你說 民主不是好事 民主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你看西方那裏有民主 還有這麼多利益 那你要不要一個民主 其實是一個中早刊的說話 就是你是吃飯和食屎的一個選擇 那你有很多人還在這個吃飯和食屎之間 他會爭吵 吵了百多二百年 所以我是有過一層質疑的 但是大家會見到台灣 你看到他現在這樣 就是一個最好的示範就是 人的天性其實都是喜歡吃飯的 就不是人人喜歡吃肆 所以香港你現在會有這個 要拿回自己的尊嚴 還有去捍衛自己的價值呢 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也是必須要做的 必須要做的事情來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說 OK